香港人最怕屍體 幾時幾月之前你不打 以後每針大概一萬元左右 每個人都在扣回來打針先 關通了 外關通不通不要緊 你新加坡有幾多人過來 歐洲有幾多人過來 越多你越害怕 在執行方面來說 上面有政策 下面有軟的反對對策 搞亂 諸如此類的 我相信現在應該要怎樣做 都要給人一個訊息 你先去好堅強 譬如我要幾時 是要清零 強制的檢驗 已經做了這麼久 你有三百多萬人才做了 三百四十萬而已 真可憐 如果是決心的 幾多個內地的城市 兩三天已經搞定了 現在我們一年零 一年零零零兩個月 十四個月才有三百六十萬 打針現在才只有12.6% 九十五萬是打了first jab 那你一百四十九萬 計算那條數都是十九點八 不用錢的 政府什麼都提供了 最好怎樣 香港人最怕事體 幾時幾月之前你不打 以後每針大概一萬元左右 個個都在打針 你給他五千元 永遠他都會覺得不夠 罰他一千元 跟你死過的錢 所以就要罰他 他就害怕了 一害怕的時候 他個個就會合作 第二你要總之說 幾時幾月之前 你不打就會這麼多 是一萬元一支 他自己會計算的 他自己會好像趕陽入欄 會做的了 第三是怎樣 用調擊那個 也不是每天 我們一天的內關都不通 你通在外面那些bubble 幹什麼 都說明是bubble 虛幻如飄渺 內關通了 你外關通不通不要緊 你新加坡有多少人過來 歐洲有多少人過來 越多你越怕 跟內關裡面通了 才是重點 你分輕重先後 我要先用這一封 等你去看一下 你的手臂 是一種嘴乃雲 跟內關中 你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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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不把 走 你別來